大家好,我是學長 大家好,我是飛 我們今天有個來賓 這個是學長嘛 然後就有個學妹 學妹飛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一些初學者 或是一些小白嘛 咖啡小白的 最黑的小白 對 一些小白可能會在 你在學咖啡的過程之中 會碰到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很開心 找到飛來跟我們擔任這個小白的角色 也希望大家能夠去想像一下 如果是你,會不會碰到同樣的問題 好,那我剛剛已經教過他一次 我們大家比較喜歡學的一刀流 蠻簡單的嘛 真的 好,那我待會學長就會用 請飛來我們示範一刀流 然後同時間我會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你跟他可能同等級 就差不多白的話 那你可能會碰到哪些問題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呢 好緊張喔 好,首先我們要先把這個濾杯放上去 好 水已經在煮了嗎?90度 90度 對 好,要去考試 然後這個濾紙我們要這樣摺過去 對 好,沒錯 先摺濾紙 好,手要抖了 天啊 要去找 這第一次沖嗎? 對啊 OK,這個濾紙沖很棒 很棒 對,然後放上去 然後壓一壓 稍微把它往下壓 因為每個濾杯都會有一點點不浮貼 所以稍微 這樣有浮貼嗎? 你要壓下去的過程 壓下去 然後突出來了 然後再把它壓起來 所以手指頭要插進中間 對,插進去一點點 OK 這樣就浮貼了 好 然後你要記得要撐豆子 對,要撐豆子 豆子已經用好了 拔下來 拔下來 那個研磨度我已經滿意了 OK 然後我要20克 20克 有,用磅磅 所以我把它拿起來 對 天啊 非常棒 只有是一般人在從咖啡射碰到照片 20克 OK,好 來,先把它背離 然後記得袋子要把它封好 對 要不然它會有保鮮問題 OK 好 然後放進去 然後我們剛才說二刀 上面,上面,上面 上面再抹 上面抹,放進去 推翻 沒推翻 OK 往前 往前推 OK,好,不動了 然後進去 好 然後 吸上 放著 對,它就吸進去了 沒有啊 OK 然後直接按 對 撥叫 它沒有聲音問題 它現在是有那個明顯的 撥摸聲 好 滿快的 好 這就是沒聲音 還有啊 那是算 機器神 不是磨豆子這一個 好,大概就可以了 好 放下來 放下來 先把它拿回來 是不是 對 噴過去 好 很好 好 然後 翻著粉 粉 要吹一吹 拍皮 一吹就噴出來了 拍皮啦 吹一吹 用咬的 用拍的 對,那我只拿粉出來 你抓這邊 抓這裡 好 這樣拍 不要用黑的 拿起來 OK 為什麼不要拍走 你拍的話 它的細粉容易往下走 你待會兒衝起來的時候容易塞住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這樣子 然後不要這樣拍 好 然後 水 我幫你裝好了 我們用大概90度的水 因為現在有溫控湖 所以現在比較 300克嗎 我們要送300克 所以我的水至少要裝400到500之間 我們今天用比較小的湖 比較好操作 這個大概就是90度 因為我們溫控湖95度 然後倒到另外一個湖 大概會減5度 隨便90度 90度左右 90、91都沒關係 考數學 你先歸離 我怕你一下去就給水下去了 OK 好 時間也要歸離 時間會 時間 暗長按 OK好 待會兒你先複習一下 先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最好沖煮之前 都先想好要幹嘛 不要急著沖 好 等一下我先沖中間 你剛剛說中間的話 它才會有空氣跑起來 會膨脹 再膨脹然後裡面才會有空氣 衝到中間 衝到250 250克的時候就開始往外 然後到300的時候再繞回去 300就收了 300就收了 那如果你再衝到最外壁的話 可以再回來 內外有空氣 是美金嗎 外壁 日壁 OK 外壁啦 衝到外壁的話可以再衝回來 OK 好 所以到300就 停 然後等它流完 等它流完 好 那我剛剛有提醒你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給水盡量要 慢慢 平均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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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下去的時候大水也好 小水也好 一致 不要互大互小喔 好 可以喔 可是大水就沒辦法衝到300 300 不會啊 你水一樣大 就是水柱大小一樣 好的喔 Timer按下去喔 按下去才結束 好 來 緊張喔 好緊張喔 來喔 我幫妳看著 劈衝 一二三 好 正中間 好 不要這麼大圈 小圈一點 水不要胡打胡小 水繼續大 對繼續繼續 再大一點 太小了 再大 再大 再下去一點 對 對 好想幫妳控制喔 再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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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一點 不要這麼大圈 水大 水大 不是 OK 很好 其實它膨起來對不對 對 而且有氣泡呢 氣泡有在膨啊 很好啊 代表空氣在排出嘛 所以在沖這個過程中 你不要繞太外圈 在裡面這樣 然後隨機的要維持一樣大喔 不用這麼快 慢一點 慢就穩 在中間沖就好了 稍微繞小 小小繞就好了 對 大一點 水標步道不起來 越來越小 大 再來 再大 水大 水大技術要看到妳的水柱 太緊張了啦 你很像教訓班的教練耶 對不起 好不要笑不笑 來 水大 對 很好 還有還有 慢慢來 繞圈不要這麼快 慢 慢比較好 慢比較穩 水繼續繼續 很好 再來 水要亂了 OK 水要看好妳的水喔 好 對 我是不是太慢了 不會不會不會 妳不要管慢不慢 妳就專心把妳的給水看好 好 好快囉 再來 到250往外繞 來水再大一點 正常正常維持 好準備囉 來慢慢繞 繞 往外繞 好 可以很好妳繞圈筆 停 停停停停 忘記了 多了10cc 沒辦法做那麼多事情 妳繞圈筆 定點好耶 妳繞圈很好耶 妳在12繞圈的 但我剛剛忘記 OK 沒關係 差一點點 差10cc又還好啦 會差一點點 好然後 然後 抖抖 等它流到差不多的時候 快1分55秒 蠻長的 我剛才是沖1分10秒耶 所以我沖太久了耶 它有一定要在什麼之前 也沒有一定 但是我們待會可以 我們剛才討論一下說 正常來說 1分10秒 它的粉 它的粉跟水接觸時間 就很短嘛 所以它就會比較香酸一點 就是妳香氣跟酸質 會比較明顯 妳說時間長 時間短 香跟 那時間長會怎樣 時間長就是甜度 還有口感 喝起來會比較厚實 所以正常來說 妳的時間比我長那麼多 你長了跨40秒 就是一個厚實的咖啡 有可能 這樣還叫做一刀流嗎 也是一刀流 因為一刀流也沒有水 一定很擔心 那一刀跟二刀的差別是什麼 就一刀 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有斷水 就是剛才是不是 床到尾一次床完 那如果你中間又停 然後再給第二次水 那為什麼要停這個步驟 停這個步驟很好 就是停這個步驟有很多功能 譬如說 如果我希望濃度增加 斷水以後 我裡面的整個 我整個時間會變得更長 所以如果我希望變濃 我是可以多斷水 譬如說我喜歡喝很濃厚 然後斷兩次斷三次就會很濃 了解 那越不斷水它會越淡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如果我斷水 有前後兩段 譬如說我第一段斷瓦 第一段沖水很大 流速很快 對不對 那第二段如果我流速很小 那流速快的 你喝起來就會比較 剛才說 會香酸強 對 流速快 水大 那如果水小 是不是甜跟口感會變強 所以如果斷水斷在中間 然後前半段是有香酸 後半段有甜跟口感 喝起來是不是就有病 那你不是還是會混在一起嗎 對 但是喝得出來 舌頭是喝得出來的 所以斷水有很多的目的性 那其中一個就是可以增加乘次感 好 來 可以 把它拿過去 綠杯 我們來喝喝看吧 哇 恭喜你 人生第一次 第一杯 老師請 叫學長就好 蠻好玩的 蠻有趣的 蠻好玩的 不難嗎 我覺得是蠻簡單的 對 因為我家自己有那個 綠杯 手衝骨 所以 感覺是會想要自己在家裡做 OK 好我們先喝一下 然後不要太高 如果太燙的話 我們就稍微涼一點 因為我們如果超過70度以上 我們會喝不出咖啡的味道 所以我們咖啡 不是要不要太燙的盒 可以吹一下 可以吹一下 60度65度的盒是比較舒服的 我覺得喝起來了 沒有你沖大好喝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像有點太厚了 就太厚了 對 就是覺得口感太厚 對 就是一團的感覺 嗯 然後六二層次 其實 也順便跟你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我們一刀流 我們給水也要很在乎它的一致性 嗯 然後 剛剛你給水 你是不是在給的過程中 就會浮大浮小 對不對 然後或是有小到那種已經斷掉 對對對 或是說就是有時候會大 有時候會小 就進入到二刀流的境界 欸 你說的其實沒有道理 就是 我剛才是說嘛對不對 如果我的沖煮過程之中 對不對 如果我的水大會往香酸走 嗯 對不對 如果我水小 那我會往甜八滴走 對不對 所以如果呢 你在沖煮一刀流過的這種 一下水大一下水小 嗯 那是不是就會一下香酸 對 一下甜八滴 一下香酸一下甜八滴 嗯 那就會整個喝起來就會全部混雜在一起 那老師我有問題 那那個二刀流的話 它的中間停頓要停頓多長 喔停頓就是 一般就是把水流完 喔 流到乾 就是當下的水流乾就可以 就算二刀流了 就算二刀流了 然後它大一下小 它就會很無味雜沉 那你會覺得 唉 好像這個風味我喝不出來的所以然 是人仙 對 就是 對 人就是不同的人仙 所以我們盡量要 維持到那個乾水大香 OK 它就會喝起來會 亮度啊 嗯 它的線條 會很清楚 線條上 嗯 有不同 然後二方面你的時間比較長啊 可是就真的喝起來 就像你講那個亮度好像你的比較清 清亮 對 然後我好像就是 濁濁的 會黏在一起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剛開始沖 沖咖啡的時候 就是 你不要想追求那個 不一定要有很小的水 嗯 你有大一點的水比較容易清淋 我看它會整個沖起來啊 其實也不至於 對 因為你也不是那麼傻 你沖起來你會沙車啊 欸你還這樣 呵呵呵 有點嚇 所以其實剛開始就不要怕 不要怕水會太大 嗯 你反而是自然的讓水稍微大一點點 喔 它其實喝起來會很容易清亮 嗯 因為其實咖啡 尤其是初學者 我們怕都不是那個水太 水太大 嗯 而是怕水太小 那水太小有什麼問題呢 水太小就會變成它的味道鎖在裡面 對 它會不亮 因為它的空氣 你剛剛是不是在給水過的時候 它空氣是不是膨脹的很 會膨脹 嗯 那如果水很小的話呢 空氣就比較不容易膨脹 嗯 不容易膨脹的話呢 這個空氣就會卡在我的粉裡面 嗯 卡在粉裡面的情況之下 裡面就會形成一個什麼狀態呢 就是裡面有咖啡粉 嗯 有空氣又有水 嗯 那空氣會阻 阻撓你的給水的狀態 嗯 所以你的水就會下不去 OK 所以你如果你的水稍微大一點的話 它的空氣的排出又會比較 嗯 嗯 那空氣排出越好呢 你喝下來越淺 嗯 對 所以這個蠻好玩的 所以如果各位在撐一到六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喔 嗯 盡量我別人要一致 對 然後不要太小了 嗯 太小就比較容易黏在一起 對 好 我們可以吃個餅乾 耶 那其實你知道嗎 你從這個風味很適合配餅乾 比較重是不是 比較不會被餅乾蓋 對 因為我們 剛剛是說 我們風味分為四大 你那邊吃 你可以講 對 分為四大就是香酸 跟甜 就是甜 甜度 那是口感的部分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口感越重 就是咖啡 我的口感沖越重 然後時間越長的 其實它 越不容易被甜點的味道改變 嗯 比如說我們去吃個下午茶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點手沖 嗯 然後再點甜點 這樣就不對了 也沒有不對 就是你可以考慮說 如果你的甜點的味道是比較重的 嗯 就是譬如說很甜啊 巧克力的 但確實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點比較 比較精緻的手沖 會富翔感 但是譬如說如果你是點一個美式 因為美式咖啡它可能就是濃縮來做的 它本身味道的精緻度 可能跟手沖比就是 喝法不一樣 它就比較適合拿來配甜點 那你這樣子甜甜甜都不敢賣 那個手沖 不會啊 你可以吃甜點櫃吃甜點啊 然後喝的時候再分排喝 它沒有一定要組合 對 你可以先來喝一下你的咖啡 對 通常它的去膩效果會 是比較好的 所以如果你在 在自己在家裡面做的時候 欸今天 像我剛剛我拿一杯 我一分十秒就沖完了 你就是沖兩分鐘 對 其實以配甜點來說 你的會比較好 吃起來會覺得 欸好像我的甜點 會越吃越好吃 嗯 就是不會 不會覺得太甜 對對對 就會有這種笑 所以第一次手沖那個醬 耶 對 被餅乾救了 被餅乾救 所以要買餅乾 這很好嘛 因為其實正常人 喝咖啡 吃個早餐 吃個甜點 很過癮 很過癮 然後早餐如果很多人早上喜歡喝咖啡 然後他可能拿咖啡是配蛋餅的 配早餐的 他就比較適合沖酒一點 配麵包 他可以稍微沖酒一點 欸這樣好像就可以判斷了 看你要吃手 去決定 對啊 OK 好 那我們很開心今天邀請到沸沸來跟我們 邊吃邊聊了一些關於一道流 嗯 學會了 學會了 希望你下次再穩定一點 也希望大家如果 聽聽我們的聊天過程中 如果你也學一道流 碰到通常的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 粗類旁通 好不好 然後呢可以來試試看囉 OK那我們就下個節目再見 拜拜